这个是老禅今天煮的菜 这个鱿鱼是上次剩的是吧 对啊 然后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是昨天剩的半只鸡 青椒炒鸡 这个青椒是在我表哥那里摘的 看到你煮的菜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中午吃的剩菜 四个人吃五个菜 这是旧菜就是中午剩的 就是你确定 后天要去哪里了 想去呀 要不咱们现在橙子也没有什么橙子了呀 徐姐你说他们走了之后 谁给我们做这么好吃的菜 是你做呗 还有我呀 可是你做的没有那么香 你炒的没有那么好吃 香就点吃就得了 我都要发现一个问题 他说吃饭怎么办 去冰乐找个厨师 厨师掌握了 冰乐那些厨师也炒的不合胃口 你看这个 好香哦 这个 这个鸡肉你们看香不香 这个番茄炒蛋你们看香不香 这个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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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不香 这个是我买那个海浙师 他拌的 你们就说香不香这个菜 真的有点突然之间有点锁不得 万一他真去了 我 只能吃取些煮的饭 那样子了 要不你跟他去 我不去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我还是在家吧 我自己做饭自己吃 我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菜特别香 饭没熟 饭还没熟 大哥还在 搭下来的玉米去喂牛 那你这点菜先吗 等一下大哥 就是刚刚 我去那里端 你炒的菜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要去很久吗 他不知道 现在哪里知道 到那边才知道呀 那你能到要等到 在握干的时候才回来吗 不用了 香蕉也不用等到握干了 握干了明年了 但是香蕉完了 火龙果应该也不好了 火龙果是产地的 那你就是想去外地去吃吧 不想回来了 没有啊 去看一下外地有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现在也就剩桃子里子 桃子里子都 感觉也不是很好 里子太酸了 还没到成熟 那你一直说 你要去外面很久了 那我就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大叔那边给你四瓶 我炒菜 然后呢 买同样的菜 四瓶 放这个 放油放盐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大哥吃饭了 那么快 那你这几天要多做一点 你最拿手的 最好吃的菜给我吃 那也没有肉 这院子只有青椒 那你还要做什么肉 嫂子做菜也挺好吃的 他做那个酿好吃 嫂子下次做一盆酿 做一盆酿在那里 拿过花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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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 确实知道 现在哪里决定 说不定到那边 货不好 又不卖也不一定 不卖这次旅游就回来了 男人旅游20天 20天 那到哪里 20天那么久 旅游就是这样子的 好吧 吃饭吃饭 肚子饿了